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这期节目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把你的Home Assistant的数据库 更换为MyCircle数据库 我们Home Assistant默认安装完之后 它自带的是一个Circle类的数据库 但是这种数据库它有一些弊端 就是如果你的数据量比较大的话 它会很慢 把你整个网页的界面拖得很慢 比如说你点这个历史 大家看我这个没什么历史的情况下 它也是加载了很长时间 这才显示出来 所以呢 如果我们想让这个历史记录 还有其他的菜单会变得快一些呢 我们尽量是要把这个数据库更换为MyCircle 一种比较高效的数据库 而且它占用的空间也没有那么大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给大家演示的是一个树莓派 斐旋N1也是一样的 我们敲这个cd.home assistant 进入到Home Assistant这个目录之后呢 我们用ls 看一下这里边有什么文件 这个呢 就是我们默认安装Home Assistant里边自带的一个Circle类的数据库 我们看一下它的大小 我们看一下它的大小 DU Home Assistant 使用的系统呢 使用的系统呢 是我家里边 用一个软路由虚拟出来一个deband系统来安装的 我们还是进入到cd.home assistant的目录下 我们用ls看一下这个文件到底现在有多大 我们敲DU Home Assistant 让sh回车 大家看它有540兆 而且呢 我并不是保留永久的数据 我只是保留了7天的数据 因为我传感器比较多 所以它的历史记录啊都在都会存到这里 540兆数据库操作起来会非常的慢 把网页界面拖的也非常慢 有时候还会4G 所以呢 我决定把它换成mysho数据库 换成mysho数据库呢 它就会大 它就会快很多 那么呢 我在我的博客 也发表了一篇文字版的教程 就是关于安装这个home assistant mysho数据库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其实呢 安装过程也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复制一下这几个代码就可以了 我们先复制这个前三行代码到剪辑板 回到我们的树莓派或者是斐驯N1的远程界面 X shell界面 我们把刚才的代码粘贴进去 然后它会安装mysho数据 大家看我为什么安装的时候并没有出现mysho数据的字样呢 因为mysho数据从5点几版本之后呢 就变成了改名字了 它叫mysho数据 所以我们要安装呢 是mysho数据 你的安装过程呢 有可能会比我久 因为我之前装过 所以装的时候会比较快 你可能需要2到3分钟才会安装完成 如何证明它安装成功呢 我们用ps-ef管道服务GREP mysho数据看一下 如果有这一条进程 那证明我们mysho数据就安装成功了 这个时候我们敲seudo mysho数据回车 我们就成功进入到mysho数据的界面了 mysho数据也是命令行界面 然后呢 我们用这几条sirco数据来创建一个数据库 还有一个用户名和密码来访问这个数据库 我们也只是把刚才这些代码复制到我们的剪贴板 然后免贴到控制台就可以了 然后全部回车 到最后要回车 这一步错误大家可以忽略 因为你不会出现 这一步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新签一个数据库叫hass 但是它已经存在了 是因为我刚才创建过 所以它存在没关系 大家可以忽略 然后第二句呢 就是创建一个用户名为hass的用户 它的密码是hass123456 然后后两步呢就是赋予它一些权限 所以一步最后一步是刷新一下权限 这四步执行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回到网页端了 回到网页端呢 其实我们就要修改 修改一下我们home assistant配置了 我们点击左边的configurator 然后我们打开configuration.yaml 我们从这里边找到configuration.yaml 然后打开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配置文件里边有没有recorder选项 我们一定要确认recorder只有只有一个recorder在这里 我们把刚才复制的所有东西都粘贴到这里 然后点一下右上角的保存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一条url的意思是什么 hass冒号hass123456就是数据库里边 my circle数据库里边hass用户 并且它的密码是hass123456 在本地计算机的服务上 在hass数据库上用utf8编码 然后上面这一句poge keep this 就是我们要保留的历史记录的天数 我这里填的是5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改这个天数 比如说你要保存60天或者半年 它就会自动的帮你去清理你的历史记录 然后我们保存之后呢 点击右边的齿轮 然后选择restarhass 选择yes 这个时候显示连接已中断正在重新连接 那我们稍等一下 这一次重启呢 可能会比平时重启稍微慢一些 因为home assistant可能会安装一些插件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一定记得订阅点赞转发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欢迎大家进我的讨论群讨论 或者直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好 大家看 重启已经完毕了 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报错 通知区域里没有任何的报错 那么证明 我们已经成功的 把我们的 sircle类的数据库 签到了mycircle上 那怎么能证明呢 我们进到mycircle数据库里 我们输入usehass 进入到hass数据库 我们敲showtables分号 大家看你的数据库里已经有数据表了 证明我们的home assistant 已经把他的记录都记录到mycircle里了 还有一种验证方法呢 就是你用chowexit 退出 退出我们的mycircle 然后我们ls看一下 我们可以把这个db文件删掉 我们用rm-rf 控格home assistant 下发现v2.db回车 这样这条命令就是删掉 删掉这个数据库文件 大家看这个数据库文件 已经被删掉了 那我们回到 回到首页 回到配置 服务控制里重新启动一下 选择OK 如果那个数据库被删掉 然后你又重新启动了你的home assistant 如果你的配置没有生效 mycircle没有生效 它会重新创建一个 刚才我们看到的 那个circle类的数据库 点db的文件 如果它没有重新创建呢 那就也可以证明你的home assistant 已经成功的迁入到了mycircle的数据库了 好 大家看 重启已经完毕 在通知区里 也没有看到任何相关于数据库的错误 我们选历史 大家看历史记录很快就打开了 真的很快 我们可以选三天 基本上感觉不到延时 一周 这样都可以 我们点日制也是一样 速度也很快 以前呢 只是这两个选项 只是这两个选项 进入的时候会比较慢 现在呢 我看这个速度已经是非常非常正常了 可以接受的范围了 我们回来用这个ls看一下 大家看 我们这个.db的文件并没有生成 所以说 我们已经成功的把home my system 从circle类的数据库 迁移到了mycircle数据库中 大家觉得这期教程是不是也不是很难 其实我们只是用了三段代码就搞定了 然后呢 下面还有一些关于recorder的一些详细的配置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比如说这个exclude就是我们排除 排除记录某些内容 这个意思就是排除记录 自动化不记录 然后网络页链接不记录 升级不记录 然后呢 它还可以针对某一些 某些具体的内容不记录 这些都是些例子 或者你当然也可以选择 只记录某些东西 或者这个意思就是只记录传感器信息 和开关信息 还有媒体播放器的信息 然后排除什么什么信息 这里面讲的都比较清楚 然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底下的例子 来完善你的recorder的配置 好 大家觉得是不是也不是那么难 好 那么本期教程呢 就给大家介绍在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部期节目再见